金广大来宾 我是陈威林 我是丹皇馆的演奏家 也是在学校任教的老师 我记得有上过金广的节目 但是我对金广的印象是 比较多是在计程车上听到 我发觉很多司机 他们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 但是最重要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有一次坐车子 进行车的时候把东西给忘了 而且忘的东西很有趣 他是忘了他在台南买了一种鸭蛇 非常贵的鸭蛇 结果他赶快就打电话到金广来 我记得好像有帮他找回来的样子 不管学哪一行 我觉得都是要很努力 就像我们学音乐的话 就一定是要花很多时间在练习方面 所以我们常常都是要面对 一个很冷的一个 一个人的一个像琴房 那就要付出很多的时间 而且你的付出时间 不但是光是要花时间 而且要很专心 你这一切所有的准备 就是为了有一天在舞台上 你可以展现你的表现 那我们在学习的阶段里面 我们常常有机会在舞台上表演 你就要常常就要去磨练之外 你也要确定说你是不是合走这条路 有很多人他们说不定有这个演奏能力 但是他有可能在众人面前 不一定能表现出来 所以这很难 但是我相信你要有努力 有信心 然后真的是别人的优点 你都可以去学到 你的缺点也可以去改进 说不定你就有机会 跟哲宜老师接受他的访问 你要有一些心理准备 因为他的题目 有可能很快就要你回答一个 虽然听起来很简单的题目 但是他需要 你必须要能够讲出这个重点来 他也有讲到 就是说怎么样把音乐表现得更好 也有问到我一些有关 就像你刚才的问题 怎么样学音乐 应该要怎么样 可以学得更好 然后最重要的 他有谈到就是说 完声乐团 我从古典的交响乐团的里面 然后突然来参加 这个完声乐团的这种演出 我觉得这种演出虽然它是一个台湾的声音为主 但是我常常可以觉得是我可以用我古典音乐的底子 然后来把台湾的声音用我这些经验的累积 不是不一定是台湾的声音的 但是我可以把它融合起来 那我试着把这些音乐给听众可以觉得更近 而且他们觉得说 这种音乐还可以有这么样的呈现方式 大家好 我是陈威霖 景广是我生活的好伙伴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